英国、法国、德国在9月10日的联合声明中表示 已经确认莫斯科从伊朗接收大批弹道导弹 这标志着伊朗对俄入侵乌克兰军事支持的进一步升级 对此 英国、法国和德国将进一步对伊朗实施制裁 根据联合声明 美国及盟友将首先采取措施 取消与伊朗的双边航空服务协议 并制裁该国旗舰航空公司伊朗航空 同一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戴维·拉米 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 将针对伊朗向俄罗斯转让弹道导弹 以及中共、朝鲜等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的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 布林肯表示 中共在支撑俄罗斯的战争机器 以换取俄军事技术 他预计将于9月11日和拉米共同访问基辅 由于局势升级 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斯塔莫 也将于9月13日会面 讨论增加队伍援助 中共国防部则在周一宣布 从本月开始与俄罗斯举行北方联合2024演习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于梁组合报道 由于梁组合